就是 我們在帶Devity做事情的時候 通常我們理想上我們希望 我們帶著Devity一起去做 但有時候會遇到 短時間內可能會有時間壓力 這時候VP通常要兩個選擇 一種是我們還是堅持 我們在時間壓力下帶著Devity一起 一步一步把它做完 另外一種是VP可能就 開啟自幹之類的 那我在想說你在這個學期 是怎麼在這兩個策略裡面 達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平衡 呃 我是算 當一個 揪團的人 因為你不可能 就是自己做全部的事情嘛 然後你也不可能就說帶的 我講帶的壓力太大了 只是說我是引導吧 引導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比如說今天要Design Meeting的 就舉我們這學期Design Meeting為例好了 要Design Meeting的 欸可是要那個主持人 主持人都在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這時候我就說 欸誰要當主持人 好一二三你們要當主持人 那欸我們什麼時候來開個會吧 就是在Design Meeting前兩個禮拜 好我們來開個會吧 然後就約來 然後就三個主持人交我 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開始問說 欸你們要什麼主題啊 你們Design Meeting有什麼主題的意見嗎 然後他們就會 啊我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講完之後 然後就說 喔那這樣子大概會有幾個角色 然後 他們就繼續討論 啊你要這個角色 阿爸你也那個角色 之類的 就是你用一些 呃不太帶有意見的話 一直去引導他們 但是重點是就是你要 坐在那邊去引導 因為他們可能彼此沒有那麼熟 雖然說你跟他們也不熟 但是至少他們覺得說 欸有人坐在這邊 就是把我們這個小團體 hold在一起 那不只 呃Design Meeting 那不只 應該說不只Design Meeting的主持人 就是 小 PRVP的 那個表演的籌備 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我是去當一個糾團的人 我自己其實沒有出太多意見 因為 我出太多意見就變得 全部都是我意見 這樣好像也不對 那是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要每天都約啊 你可能有大的 大的 大的那個 會議啊 小的會議啊 就全部都要去 就一來你要 扮演著一個引導的人的角色 二來你要 關注著你每件事情的發展 這是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嗯 所以 Herry是覺得 作為一個DP 其實他最 跟你的Depty一起合作方 其實你是作為一個 引導大家 一起來做事的一個人 然後就有這種方式 把你整個團隊 給組織起來 這樣子 對 因為你一個人 基本上做不了太多事 但是你可以把大家 抓得緊緊的 讓大家一起做事 抓緊緊的 你去做什麼 打過 你去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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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